包括这双英 马英九还有蔡英文都非常的忙碌 尤其像我们看到这个马英九总统呢 跑啊输给了小六女生 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这个蔡英文更糗了 因为呢她跑到新北市的共僚 结果提前过端午去包粽子 第一个粽子结果就啊掉了 这难道是包粽吗 好但是呢这个蔡英文啊 她到这个共僚区呢 跟婆婆妈妈一块包粽子的时候呢 她针对到底啊 这个之前大家都在猜 到底她要选谁作为这个副手的这个人选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听一下 到底是不是在抑制苏家全 因为有人就说呢 这个属猴的人呢在一起会很旺 好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到底她又如何回应呢 我们先来听一下 你所人性有决定了吗 属猴的是不是比较会包粽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做一下调查 民进党属猴的人还蛮多的 而且跟我一样45年次属猴的很多 所以我们也觉得是说 我们这个世代共同能够在民进党里面 替民进党打更好的基础 让民进党有将来更多发展的空间 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好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辅选列车也即将要启动了 苏贞昌到底会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是要辅选总统 然后跟谢长廷来负责辅选立委 来分庭抗礼呢 还是说要分进何集呢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大家一块来讨论 资深媒体人黄光晴 光晴欢迎大午安 好国民党立法委员李红军委员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建南李老大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刘亦宏 大家好 好我想这个常常我们碰到这个出球的场面 这个往往是很多啦 但是呢这个身为政治人物 你一定要能够立刻的要临机应变 要懂得打圆场 这个李伟员 像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这蔡英文到底该怎么讲比较好呢 这粽子第一颗啊 就会掉下来了 这真的很伤脑筋 要临机应变哦 这个临机应变 讲真的是很难啊 不过以我们台湾的习俗的话 这个包纵包纵 这是在选举必定一定会做的一个过程 就是求一个好兆头 结果包纵已经变掉中了 就一定掉下来了 这个兆头上是非常不好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应该是要用一个比较开放式的 其实就是说把坏的先把它掉下来了 好的 重的是留在这上面的 用这种把它轻松的带过的话 其实就把这个整个议题就取消掉了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去临机去回应这个问题 好这个 益衡格 那像碰到这种情况 他是不是要讲说 就是可能大家对我的支持还不够 所以我还不稳重包纵 所以要赶快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答的好不好 因为包粽子如果包粽子会中 大家都要去包粽子了嘛 小鹰包粽子当然不熟练嘛 难免会掉下去嘛 我是觉得不要在这个 这个当然是趣闻啦 不是说它粽子包得很好 每一个都不会掉 然后包一串好好的 然后它就会中嘛 马英九可以参与两个比赛包粽子就好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记者 已经写到没有东西写了 所以小鹰到哪里都要去看 然后看他有没有出球 是马英九跑步有没有跌倒啊 跑不过女生啊 那马英九跑不过女生也可以讲啊 人小鹰你什么都保佑他 那是45年初的可以保佑他啦 可以这么讲吗 不可以这么讲我就却没什么意思了 好不过我们来看看 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副手的人选 真的是属猴的人在一起就会比较旺吗 我们来看一下猴腮雷 副手猴腮雷 属猴的人在一起会很旺吗 就是一直苏家全了吗 可是有人又质疑说 蔡英文跟苏家全都属于屏东 这个会不会有造成所谓的排挤效应啊 因为都出身南部 那立委潘梦安就说 其实啊民进党现在很需要的是要懂经济 懂财经的人才 所以呢像施政荣啊 彭怀南啊是很好的副手人选啊 但是立委黄伟哲呢 那么他还是认为苏家全在基层呢 是很具有号召力的 好我想这一点啊 光晴你的意见你觉得呢 我认为说如果副手的这个条件说 从三条件说什么省级啊年龄等等啊 然后要变相说要变成生肖啊 我觉得真的说实在也蛮无聊的啦 我不知道这个属猴的跟属猴的这个来源在哪里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蔡英文是属猴的啦 但是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现在还像大海捞针嘛 那属猴的在一起会旺 但是不一定是苏家全 我认为苏家全是一个最后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各方面的这个条件上来看的话 那我在这个前几天我看到3D电视台 用很大的篇幅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个特别的人物 就是施政荣先生 甚至他的家庭他的这个创业历程 他这个人怎么样成为台湾之光 好好的介绍 然后他搭的就是他可不可能成为蔡英文的副手 那个做法我感觉上好像是已经是他的副手了才这样做 所以从这个之前我们听到什么爆派的这个 颜长寿啊 后来就见了一面的彭怀男 到今天施政荣 我看这个新闻没有follow 如果真的是有个谱的话 早就是施政荣 那头版头就做出来了 没有follow代表这个人选 还是有人去吃豆腐 或者有人这主观的想望 所以到现在为止蔡英文跟你讲说 时间不急 他还是没有找定 所以我认为说主轴确定了 副手他不是一个问题 那这问题是出在说需不需要加分 那我补充一下 你说包种包种 为什么蔡英文要去long stay 要去包这个粽子 你知道过去有个政治人物 他在一夕之间他可以包出5万个 甚至更多的粽子 就延青标 他只要一召集一夕之间 就包出好几万个粽子 甚至更多 那代表什么 他基层动员的实力 今天蔡小英他今天到这个基层 他不外乎就是要加强他基层的实力 是 从第一个粽子掉到地上 到他一世间可不可以包出一个 很几万个粽子 那个动员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代表说这个蔡英文 他还是需要基层的一个努力 毕竟以他这个过去只有浮选经验 五度的这个选举的经验 是 他在基层说实在的 还算是空奖 是好 李老当那请教你 你看这个蔡英文自己那样讲 蜀猴在一起会很旺 他到底是在指谁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把 赶快谁蜀猴啊 摊开来赶快来巡礼一遍 这个那苏嘉全的机会大不大呢 要谈迷信的话 蜀猴会很旺的话 其实蔡英文他不但是猴年 他还是猴月生的 好不过我告诉他 有一个跟他配的人 就是国民党的金补充 也是猴年猴月 因为他们两个国里差一天 但是在英里都是猴年猴月 所以这两个今年选举会碰得 大家说旺旺 那是没有 那是没有话说了 因为讲那个包仲 其实包仲摔在地上 在古书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人考试的时候 比调在地上 他叫极地 状元极地 所以他这个种子是旁边的 你像那个 所以这个蔡英文 他还是读书比较适合 容易极地 至于这个 不管那个马英九不要忘了 马英九在选前 有一次在一个庙里面 拉那个绳子断掉 其实那个在一般 但是很快 王继平就打电话通知他 告诉他 等一下记者一定会问你这件事 所以后来他出来讲 就是说过去的都斩断 重新开始 重新一个绳子 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就是大家是 在选举的时候 没得闹开 那个气 那个气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你说属猴的会很旺 这也是一个 但是蔡英文因为是第一次选 所以他在考虑副手 蔡英文绝对第一个 对他来讲有补助的作用 不会减分 这是他第一个重要 不会减分 所以两个女的会有问题 所以他一定是挑个蓝的 因为国人一下接受 正副元首 正副总统都是男 都是女的话 可能还不太容易接受 接受一个总统是女的 已经很不容易了 第二个要考虑 加分但是不压分 就是可以加分 但是不要压到他 不要那个功高正主 这样对他后面会有不安的感觉 所以他在选这个人选的话 那你说在企业界 假如我想企业界的人 大概除非他企业不想做了 否则大概也不会去躺这趟浑水了 可是他需要一个财经的这个弥补 马英九找那个肖万长财经弥补 但是肖万长是就任前在博鳌会谈 风光一下回来就没声音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副手最好就是没有声音 不要这个声势不要压到正手 这是很重要一点 对不对 对不对